剛剛講的那個邏輯一樣 那怎麼寫 首先我們切到Viso Bag 來給各位看一下 1切過來 2的話呢 一樣插入模組 一樣插入一個程序 那個程序的話 我就把程式刪掉 因為 步驟都一樣 插入模組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叫Sub班級好了 OK 那裡面我要怎麼寫 反正呢 以後也許啦 我是建議各位慢慢習慣就是 按照你看到的 然後去敘述 1 我告訴他範圍 所以我寫什麼 習慣一般說 看到範圍是 是2到12列 所以我打個4i 等於第2 到 第12列 這個都固定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接下來做什麼呢 做邏輯判斷 if什麼 if 這個儲存格 或這個儲存格都可以啦 寫前面 反正 哪個先寫哪個後寫 其實結果都一樣 Sales的I6 我先把這個I6的A欄 裡面的資料 也就先把第1個資料先抓 就是 他先2 所以A2 A2是一般 是不是等於什麼呢 固定的位置 我用Range 哪一個儲存格呢 跟那個 H2的儲存格相比 如果一樣的話 我要做什麼 Range 如果一樣 才做底下 一個先打一個Ending 習慣 做裡面的事情 如果不一樣 就跳過去了 就有點像那個 一個篩選器 是 你就可以進去了 你有沒有門票 有 有票 進去 沒票 抱歉 不能進來 OK 因為這個是需要門票的 所以 這個有點像True Hors 有票 進去 沒票 行李就離開了 OK 那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 這三個 複製到哪裡 這三個 OK 所以這三個怎麼敘述呢 其實是什麼 Sales的 I列的 第一個是B欄 所以這邊改成B 通常呢 後面的資料 會複製到前面去 所以前面 前面是什麼呢 前面是應該是 我先把這個拿來複製 應該是 第幾列呢 這邊應該第五列 第哪一個呢 第 屈欄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5 下一次如果在5 蓋過去 所以一定要往下 我講過了 這個可以做什麼 用一個 K 來代替 K等於5 因為它會變 對不對 那用K做什麼呢 把這個5代替掉 那可是問題 它下一次的話呢 記得啊 K等於什麼 K加1 意思是說往下一列 因為到時候放一個之後 會放下一列 放下一列 那底下的話呢 複製一個姓名之後 還有語文嘛 還有數學地理嘛 所以 就把這個拿來 Ctrl C 有沒有 然後Ctrl V 一個 兩個 三個 分別把它改成什麼 B C D E 有沒有 就是 把那個這三個 複製到 G H I J OK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程式呢 就寫完了 OK 寫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今天 把這邊先清空吧 然後我們來把它run一下 最後剛剛我 就是 這邊加個按鈕好了 按下它 一般 OK 不過呢 如果我現在跳二般的話 按下它 二般有了 可是有個問題 這邊怎麼還在 OK 所以基本上 可能要在 這個最上面一行 在它執行之前呢 先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最快的方法就是我剛剛講過用Range 所以Range非常重要 Range什麼呢 這個範圍 G G的5 就是範圍告訴它 G的5 然後到呢 哪一個呢 G H I J J的12 J的12 裡面的話呢 點什麼 點ClearContent 要記得喔 是ClearContent 不要 CL ClearContent 這個 不能用Clear Clear的話會把一些格式也刪掉 這個大小也沒辦法 不過習慣了打大小 OK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說OK 試一下 二般 然後三般 一般 OK 好 寫完了 OK 那如果它比起來的話 我們剛剛 第一個用這個 執行陣列喔 OK喔 這個這麼多喔 OK 如果你寫的出來的話 那算很厲害 而且最後還要Ctrl-Shift加Enter 所以喔 比起來我發現喔 寫這個好像沒有占到任何便宜 反而呢 用什麼 用那個 NPBA 相對的簡單 OK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啦 但是 這邊 其實 還可以再讓它 改一下 哪些地方可以改喔 其實你會發現喔 BCDE有沒有 基本上要連續的 GHI 也是連續的 所以其實喔 如果連續的話喔 這個其實是可以改成一個 Range 用Range Code就可以了 把那個 範圍的資料 Code到哪個地方去 所以這邊四行其實是可以寫的一行的啦 不過剛開始你不會也沒有關係啊 只是說你要多寫幾行 四行可以寫的一行喔 喔 不過你們先試試看啊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喔 然後 然後